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距离上次的更新视频已经过了两个半月 期间我做完最后一个project 上完了大学最后一节课 考完最后一项考试 以后再也不用面对这些令人头痛的数字和符号了 我原本以为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会充满记忆点 然而他们的到来出乎意料的平静 没有欢呼也没有离别的伤感 你的良心去哪里了 良心没有了 你看他的眼镜全都是萌萌的 就是里面冷到这样 我离开了热闹的群体生活 离开随时一个微信就可以约到饭的伙伴们 开始了新的独具生活 独具生活的基调是灰色带点蓝 充斥着许多关于未来的焦虑和不安 在找工作这件事上 仿佛拿到BBC的面试就花掉了我许多的运气 以至于原本快到手的offer也出了意外 之后也就都不怎么顺利 逐渐意识到 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过上想要的生活 还需要很多时间和努力 我急切的想改变现状 却忘了 现状是由过去上千万个选择积累而成 如果要去不一样的未来 就要从每一个或小或大的选择 开始做出改变 一步一个脚印 才会逐渐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进步和成长 看着这粉红色的夕阳 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 可善的是游戏 您肉设得偶周 更心苏 腌肋多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不确定自己的未来 时而沮丧 时而又充满希望 谁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 没有人能够真的确定 自己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相信 只要我们一直在奔跑的路上 只要始终在努力 我们就是夏凤里 最闪耀的光 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累 加油 相信我 你并不孤独